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在博士取得了之后 就已经得到了英国博命海大学的终身教职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毅然要决定回到祖国 当时他对于挽留他的外国朋友说 我来自东方 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 一顿钢在那里的作用 远远超过一顿钢在英美的作用 尽管生活条件不如英美 但是物质生活还不是那么重要的 就这样柯骏先生回到了祖国 他在科研还有教育场上就这样贡献了七十多年 但是他在今年八月八号已经逝世了 享年一百零一岁 他将他的遗体捐给了他的母校武汉大学 希望他们在科研还有医学教学上可以使用 他的遗体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 静静地继续展示生命的意义 很多敢配他精神的人都说 其实柯骏教授并没有离开 他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继续存在 说的就是他的精神贡献 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些关系 万物皆有事为精神永存 我们进入节目现场 欢迎收看社会正能量 你我正能量社会更向上 大家好 我是淑婉 刚才我们分享照片的故事 有很多人相信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感动 是的 今天正能量的关注点 就要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们先来看一条片 近期有位老人的事迹在网络上疯传 他一件衬衫穿了三十年 却将四百二十万元积蓄全部捐出 设立了勤奋励志助学金 这位老人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崔坤 被誉为钢铁院士 有的人不理解催老 他们觉得催老已经功成名就 为何还要让自己的生活 过得如此朴素呢 而也有人觉得催老的一生是伟大的 他用自己的光亮照耀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物质的富足恰恰就是我们说最低层级的需求 而最高层次的这个需求 叫做自我实现的需求 实现自己的理想 实现自己的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要满足现在自己的一个状态 哪怕我种一朵花 我把它种活了 它开花了 我都很开心 在这个崇拜物质的氛围中 催老的事迹不禁让我们反思 我们的精神追求是什么 追求精神富足的意义又在何处 我们又该如何构建自我的精神世界 社会正能量正在讨论 为各位介绍今天节目参与的现场嘉宾 让我们欢迎媒体人伊宁兄 心理咨询师陈浩思 媒体人聂切 媒体人李元敬 不知道大家的身边 有没有像崔老这样的人 他或许表现的不是富裕 不是富贵与否的问题 他可能再做一件 你们觉得蛮有精神价值的事情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讲我老伴 他是一位影科 这个副教授 他从参加工作几十年了 他对病人特别亲切 在乡村的医院嘛 接受这种都是农民 有时候人家来了 钱不够了 自己掏钱 在看病的时候 总是以最少的钱 跟人家把病看好 他一直都是我们那个市里面的人大代表 所以我也很支持和敬佩他 有一天我钱包丢了 钱包里面有身份证 有银行卡 有所有的东西 但是唯一的就是我没有联系方式 当时急得坏了 因为所有的证件 包括银行卡全丢了 我想补办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弄 到了晚上 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说你是不是掉了一个钱包啊 我说是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联系方式呢 他说你那个 那个钱包里面不是有一个购物卡吗 我说是 他说我就拿着那个购物卡 我去那个超市里边 然后找到你联系方式 然后联系到你 我当时 哇太感动了 然后后来他就急急忙忙的给我送过来 送过来以后 然后我说我去买点东西 然后表示一下感谢意吧 人家头都不回答 然后就走了 换位思考一下 就我自己的话 我会不会就是千万百计的去找这个联系方式 我当时我说实话我是犹豫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好人其实蛮难的 想起来我舅舅 他这个人呢就和他差不多 因为他如果要是在世的话呢 现在也就八十多岁 他是做工程的测量 但他有个儿子就说 如果你要是网开一面的 我们可以很有钱 因为做房地产 搞测量机会就比较多 因为他也是权威 但是他这个人呢 他就不是这样想 他就想 反正我做的这份工作 我就要对得起单位 他那种思想就跟我们现在的人就不一样 所以聂倩 我不晓得刚刚你看那个崔老的故事怎么评价 其实在我外婆他们那一位 或者更往上走的那一位 他们的确是有那样的精神觉悟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说 到我妈妈或到我们这一位 很难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我觉得是跟时代有关系 还有受到的教育和身边的一些人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就是蛮佩服这样的人的存在 首先我很欣喜 还有这样的例子 还有这样这么成功的人是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精神上的追求 我想首先想说的一点 他做这种好事 其实是他的一种心理需要 并不是说 你做这个好事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内心快乐就是很好的好处 我去帮助人 我去做公益 我去做实战 能够帮助人这个东西 让我自己很快乐 就算我穿着一件很旧的衬衣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但是我能用几百万去帮助别人 这是我人生精神层面的一个追求 我达到了 那很多人说呢 一定要等到物质富足了以后 才有能力去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啊 你认为是这样吗 就是这个内心的快乐 跟这个物质多或少 其实没有画等号的 穷人一样又很穷的快乐 陶渊明就是嘛 是吧 采菊东泥下 悠然见南山 因为他不去为了个五斗米折腰 怎么办 我就从自然里面寻找这种花开的快乐 你跟有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世界上有调查 最幸福度最高的是不单 一个世界上非常穷的地方 很多人能吃饱饭就不错 但是幸福感 他们是最强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吃的东西都吃不完 现在最烦恼的是怎么样 把妈妈煮给我的那包汤喝完 但是我不开心 很多人也这样 很有钱 很富足 为什么不开心 这里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忽视了对精神层面的这种快乐的追求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不知道怎么样去追求 不知道什么样自己快乐起来 除了大家说的那种所谓安全版不足以外 还就是大家没在精神的层面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有一个目标去追求 让自己快乐 寻开心这个本事 现在相当多的人都没有 心理学家来了 浩斯兄 刚才一名兄点到了一个 不知道 对 现在人生活 生活好了 我不怕吃不饱穿不暖 但是不知道呀 这个怎么办 是这样子的 就是其实心理学家其实研究发现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需求 它是分层级的 就是从低级到高级 它有一个逐渐 对 逐渐积累的过程 那么这个称之为叫做马斯洛需求金字塔 简而言之 它可以分成五个层面 最下面的两层分别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就像你说的肚子饿了 我有东西吃 然后我有这个遮风避雨的房子 不用颠沛流离 生病了 有医生看 这些都是我们说最低层级的两个需求 而这两个其实恰恰就是我们说 可以通过资源也好 这个钱也好 很直接就能解决 但上面三个层次的需求 它相对来说光靠钱 光靠资源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第三层次叫做社交需求 叫人要有朋友 我们大家相处在一起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所以只有有朋友的时候 我们才能开心 然后第四个层次叫做尊重需求 就是我在我的朋友中间 我希望大家能够尊重我 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最高层次的这个需求 叫做自我实现的需求 简而言之 我们说实现自己的理想 实现自己的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都放在这样一个层面上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很多人感觉 好像好空虚 因为下面这两个层面很直白 我饿了我就知道要去吃 我觉得不安全 我找安全的地方非常直接 但大家不会去寻找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了 可是这样听起来似乎就变成说 非得要物质条件更富足的之后 才有办法再往更高层次的精神富足去追求 确实是如此 有两句古话 第一个叫苍领时而知礼节 一时足而知荣辱 第二个说我们说穷山恶水出雕名 其实是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我们说物质的富足它是相对的 比如说在大家所有人都吃康厌菜的时候 我有一碗叉烧饭 我感觉很幸福了 所有人都吃龙虾的时候 我还是吃叉烧饭 这个时候我感觉我可能就不是那么富足了 所以这个富足它虽然我们说必须要有了物质的富足 才能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 但这种物质层面的富足是相对的 至于它是多还是少 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预期 比如说我预期我吃得饱了 我就是物质就满足了 我有个房间睡 我有一个小的宿舍 我能躺下 我挺舒服的了 那我就是安全需求满足了 但是可能我们如今的生活 大家外面渲染的花花世纪 大家看到这个东西 哇这么好的物质需求 可能就会发现叉烧饭已经不再能够让我感觉 这是我的预期了 我想要那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 他在盲目的不停去追求那些 其实看上去很美 但最终还是低层次的东西 当我们思考怎么样建设更好的精神家园的同时 我们也要思考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 这个精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的 所以我们先分享 在深圳有一个特别的户外活动 就是深圳百公里嘛 然后我去走过两三次 而且都全程走完了 在这个过程中 非常的有感受 就是你觉得你坚持不下去了 其实远远没有到达你的极限 只要你坚持下去 你一定就是能够超越自己 然后从这一点我也觉得 生活上面的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你想到你在那个过程中是怎么样 刻不怪的 其实在你生活中很多 包括你工作中一些问题 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这是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 比如我现在呢 我的时间月仪时间 我去唱唱歌啊 去参加一些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活动啊 时装模特啊什么的 学些钢琴什么的 我觉得我丰富业余生活 好棒哦 所以我现在我就特别开心 比我年轻的时候开心多了 所以我在这里也奉劝 这个年轻人啊 在你追求物质生活的 就是高档次你想追求 这个是不会错的啊 但是你要同步的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东西 你同步发展 你会觉得非常快乐 物质追求的快乐是一时的 但是精神追求的力量是无限的 快乐也是永恒的 所以袁静 你觉得精神生活到底有什么 它是展现在哪些地方 一种淡然吧 然后而且我觉得说精神生活 不一定说我要去学什么 有可能就是 之前有说到的 可能就是自我的一种认识 或者说是和朋友之间的交流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给到自己一些精神生活 一些向上的东西 然后像我说 比如说我经常如果说 我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很多 很不好的事情 然后我就会去通过我的一些朋友之间 他们之间给我的一些正能量 然后来把我的这些不开心消化掉 说到精神生活 无非就是可以让人更开心的一种生活 你旁边有一位也很年轻的韩国朋友 斯米达先生 你是来中国追求精神生活的吗 主要是我还在读书 然后我觉得读书还是一个精神的需求吧 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 你还在校园环境 你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自己的这个心灵培养 就更立志更有正能量 比如说我的话 我在深圳大学那边就是参与很多社团的活动 尤其是那些唱歌啊合唱啊什么的 社团活动是一个 对对 然后通过这些 情绪的抒发 对 通过这样的社团活动 把我们这些爱好啊兴趣都慢慢培养起来 然后这个过程中跟更多的人交流 就是把我们的精神需求就慢慢丰富起来 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工作当中也好啊 然后以后生活当中也都有一定的帮助 是就可以提升一下 我一直没听过你唱歌 所以我也不是很信他唱得很好 来两句 这是韩语还是 中文歌 我唱一唱韩语吧 精神需求它对于生活来说 它是高仓 它是更高等的调料 会让生活更有滋有味 有乐趣的生活就是我们精神的追求 欢迎回到社会正能量 我们继续来聊 我想要再把发言权交由我们今天参与的观众朋友 听了这么多 有没有开始思考一下 自己在精神生活的追求上 有没有不同的阶段 我想说一下我不同阶段的一个旅游的体会 你比如说我在2000年的一个初期 我旅游的时候 因为我是个背包客 我旅游就是说偷偷的能进到我要花钱的地方 我能进去 这就是最快乐 到了后来我就不是这样想的了 我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我能去到这个地方最幸福 那么到了现在了 就想了旅游这么费钱 我应该赚钱 就开始参加了个物联网 哎呀不我弄得精疲力竭 我什么时候能不这个东西扔掉 再返回去旅游 这是我现在想 精神上的追求是每一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一开始就是说 觉得去旅游啊什么 我就觉得很开心 当时时间长了 现在退休待在家了 就感觉了 这就是光是旅游也不行 有点寂寞 因为为什么你的经济跟你的时间 不一定是允许你经常出去走 然后我就参加了什么 预工 就参加义工 做义工 对做义工 那么说呢我就说我可以跟好的广大的市民啊多一点接触 我就觉得人就特别开心 那参加义工也是一个精神需求 有没有类似经验的 说到义工的话其实我也经常参加一些义工活动 主要的话是想的话更多的参与这个社会 比如说一些马拉松啊 深马或者南马 虽然这么长 21公里 42公里 我跑不了 但是的话我能够参加的赛道义工 或者大巴车支援者 那些等等 包括物资之类的 跟更多的朋友进行交流沟通 然后听更多的这种故事 了解的话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和看法 是 袁静好年轻啊 你们这一代开始思考到精神生活的事了吗 我觉得精神生活 就是说当你会去为了一棵树 一片云 驻足 去品味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在生活在生活里 才是真正的活在精神世界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最近的这个蓝天 发现最近这个蓝天真的是非常的中国蓝 有时候我看着看着听 我忽然会想哇世界好美好 叶倩对你来说 你这个部分有没有人生阶段的变化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精神都还还还蛮富足的 因为我是四川人 四川人大家说是全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足 就是对生活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物质的要求 我觉得今天我吃的好就OK了 吃的有辣就好了 对啊 有辣的吃 有麻将打 我晚上能睡个好觉 我一个月可能不需要赚很多钱 我赚那么多可以花这么多 我之前来广东之前 我有朋友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他说到广东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是赚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我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赚钱是为了赚更多钱 赚钱不是应该拿来花的吗 今天我赚了十块 我就可以花十块钱 我觉得 但是就是不太理解 但来了之后可能 我自己的生活状态 有点像这个广东人的方向去发展 可能我也想 要赚更多的钱 但是这个不是在于我想赚钱 而是在于这个钱能带给我的安全感 就是有时候 我们所谓的这个物质追求 并非我真正需要 或者真正想要这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能带给我的安全感 它并不在我的精神世界里 我努力赚钱 包括说我们做兼职也好 我们努力工作也好 不代表我们没有精神生活 而是它有更多的本钱 让我们去追求我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 你不要说你开宝马 你去看别人开宝石街 你开宝石街 看别人开兵力 你永远都不会幸福 就是我觉得 要满足现在自己的一个状态 哪怕我种了一朵花 我把它种活了 它开花了 我都很开心 我们在这个过程的思考当中 其实是国力真正富强的一个展现 在这片中国蓝天空下的土地上的人们 当我们在思想上更富足的时候 其实是生活更坚强的时候 生活更坚强的时候 其实是国力真正实打实的一个展现 所以为什么要追求精神生活 到底重要在哪里 人跟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梦想 没有梦想都是动物 熊猫也有一个梦想 你们猜是什么 照彩色照啊 对啊 什么没有梦想呢 有啊 对不对 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到外国旅游 在中国旅游 去年出境旅游的中国人超过一亿 全是这最大的旅游客源国 大家都出去玩 这个十亿黄金周 好几千万人出去玩 到处都堵 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这种有物质基础的出游方面 追求自己的精神的享受呢 很少 不少人旅游就是上车睡觉 下车撂撂 到景点拍照 现在还多一个是用手机用来发自己的艳照 你去门一趟希腊回来 你不知道希腊的历史 不知道那个城市怎么回事 不知道有希腊的神话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物质条件 让我们去看世界的时候 你没有读万卷书去走万里路 但是你只是一个拍照者 只是一个邮差而已 你根本就不是去享受的 所以一个建议大家就是说 在你去花钱去玩的时候 更多追求一下灵魂上的东西 看看人家的文化 看看人家的生活 比较一下我们自己有什么不同 从中寻找乐趣 这样有乐趣的生活 就是我们精神的追求 我在这里我想先反驳一下 一鸣兄刚才的一个说法 我去外面拍照 发朋友圈 这本身是第四个层次 尊重需求 你们看我拍得这么好 我批得我的艳照这么好看 大家肯定很尊重我 对不对 这像已经是一个 比较高层次的一个精神需求了 反过来说 那我们就算只是追求一个社交需求 我发朋友圈我就我拍了个景 拍了一个夜一个手势 其实也是社交需求的一种体现 它虽然可能不是那种最高级的 灵魂的美的这种精神需求 但它同样也是精神需求 然后再说回来 就是精神需求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方 它是生活的一种调味料 我吃的东西 我再吃的更好点 我吃龙虾也好 我吃鲍鱼也好 但这个东西它是有限的 它的追求受限于我们的肉体 不可能达到一个 更加快乐的一种程度 而刚才一鸣兄说的很对的地方 就是其实精神需求 可能有一点点这种 我发现了这里的历史 我发现这个地方 它其实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渊源 这种快乐 它因为我们的大脑的容量 其实远远比我们的肚子要大得多 所以它能够更容易的得到 这种更高层次 或者说更多的快乐 而只不过追求这种快乐 需要我们去看一点历史书 去看一点这种 了解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而已 所以说这种调料 就比如说 原本我们放的只是味精而已 那现在我们的精神需求 它对于生活来说 它是高汤 它是更高等的调料 会让生活更有滋有味 因为真的 就很多人出去旅游 我们会发觉 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他开始在思考 这点中国绝对是进步很大的 我最近刚好看到 我们公司有知名的评论员 他们去某个地方 他去的那个地方 是个很知名的景点 但是他就拍了一张照片 他让旁边人 帮他拍了一张圆圆的 他去仰望一个建筑物的照片 他就这样看着那个 好像是一个大教堂的顶吧 然后那张照片呢 其实在他的 这次旅游的意义来说 可能成为他 他觉得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即便在那个建筑物里面 他的人很小 因为他说他在那里 坐了很久 就是发呆 发呆完了之后呢 其实他觉得心灵可以沉淀 我相信旅游 到底对各位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真的可以去好好的思考 这个阶段 我们很谢谢大家的分享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每天麻烦大家 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 给自己的灵魂 休息一下 或许有很多人 他并不知道 甚至还没有想到 什么是精神生活 其实精神生活 应该是不分年龄 它都存在 只是追求会因为 每个人生活历程的不同 它有不同的一个层次的需求 在今天正能量的这个环节 我们要请嘉宾 最后帮我们也做一个 正能量的提点 我们怎么样来去做 精神生活的提升 其实我们现在 现代人的生活 脑子经常是满的 比如说坐在家里 没事 看个电视 坐下来没事 刷个手机 然后其他时候 就在忙里忙外 忙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当我们脑子是满的时候 其实是会忽略到一个东西的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思考 去思考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东西 我们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回忆一下 自己的童年 过去的时候 一定会有过那种 非常单纯的喜悦和快乐的时光 而那种时光 随着各种生活的琐事 压力 慢慢的就远去了 但是它还在那个地方的 那么这个东西 它怎么出来呢 我们自己安静的时候 让自己的脑子给放空出来 让我们感觉 原来其实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 我回溯 我当年还提示在理想 我的那个想要的东西 原来它是这个 找到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就容易去找到精神的追求了 每天麻烦大家 工作的人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 你这十分钟是为你的精神留着的 这十分钟你可以看几页你喜欢的书 听一段音乐 又或者打一个电话 跟你最好的朋友聊一聊 今天怎么样 跟你的恋人说一说自己的苦恼 你就算多忙 你要赚多少个亿 都应该给十分钟自己的灵魂 休息一下 做一些你自己真正愉悦的东西 我们支持大家追求物质 去发财 去赚钱 但是也必须有这个精神的追求 否则你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是空虚的 因为表面很实在 但是没有上升到灵魂 你这个人生不会特别的幸福 这样的话 我们有朝一日 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说 你会觉得我这一辈子 精神很富足 物质也很富足的时候 恭喜大家 你的人生是完美的 内心有净土 内心有坚持 这个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坚持 不管我就是在这个追求工作 这个物质条件下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我内心 一定会有一份自己的坚持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份坚持 它能够给到你很多的力量 它能给到你很多的 就当你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那一份力量是能够 出使你继续前进的一个东西 那另外呢 当然大家说刚才做义工 这个是也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说 有精神追求的人 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个 造诣很高的艺术家 一个音乐家 那他首先是要知道 他自己的这个擅长的 包括自己的爱好所在 他才能够在这个方面 去有一定的追求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培养 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多多去了解这个世界 那最后就是刚才说了 了解这个世界 那读万俊书很重要 行万里路同样很重要 其实有时候我们出去看 就是去看一下 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甚至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跳出我们原来的生活 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 多一些知道自己到底 就是在放空的状态下 你真正是喜欢什么东西 没有外在任何的一些影响 你知道什么能够 带给你最大的快乐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听过一句话 就说得很好 叫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首先是自己内在的一种升华 自己去思考 去反思自己 同时去理解生活的真谛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见天地 去看美景 去了解各种深刻的文化 这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 富足的一种培养 还有就是见终生 就是去认识你的良师亦友 去认识那些可以给你正能量的人 这样的话 你的生活才会更加的正能量 同时也会更加的富足 中国人的人均水平不断的提升 各种的经济成就 持续的在我们眼前骄傲的展现 当在这样的气氛下 当人们开始更懂得去追求精神 生活的陶冶石 或许就更能明白喜乐之道 或许也就更能体会 生活什么是真正的富足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容颜 精神面貌 一定会更有自信 也更美 社会正能量 你我正能量 社会更上上 我们祝福大家都生活幸福 世事美满 我们下周见了 接着会你播出 大唐西式思路文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